因為他跑千二的前速可能已經不夠快了 因為每一次跑馬都有些四班馬 最低分一點下去五班的 所以他面對遠途的對手越來越強的 那麼我亦都跟馬主解釋了這個問題 那我說不如我試一下報那個1650 加上放一下黃寶尼上去會有10磅減的 那麼他的走勢是特別不同的 就是你減了10磅馬是輕鬆了 希望他可以放得到這個路程 其實中間第二年都放得都不慢 那其實有一點點膽心嗎 有一點點 因為始終他132磅的時間他減10磅 都背122磅 那麼小妹妹都是100磅左右 馬都要背18至20磅 馬鞍在身上的 那麼我都怕他變速快 不過幸好他都可以捱得到這樣 其實麥先生你今年都給了多少支持 阿黃寶尼 你覺得這個建築生的法規 整體法規 整體法規放頭會好些 那麼如果暫時以他的經驗 留前鬥後呢 你在馬林之中穿插 可能有少少難度 那麼如果夠快 我都會建議放他上去 恭喜乘文先生 恭喜乘文先生 謝謝